歡迎大家收看勁飛一鹿這個環節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會和大家講一下 有些飛數很厲害的馬匹 什麼叫飛數很厲害 參考一些收費台的電視節目 看到一些海外專業指數 有些人說是外圍馬折扣倍率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會將它稍微修改後 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作個參考 不過在告訴大家之前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當然是按右手哪顆四星龍珠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事不宜遲 馬上帶大家看看 今次指數高的有什麼馬 看到一至十場就是左邊到右邊 中國數目字 深灰色的一至十四號打直 當然是馬匹的號碼 看到兩匹過了86個指數的數字 我都會把它變成黃色 讓大家容易看到 那是哪幾匹呢 就是七場的八號 和九場的四號有兩匹 首先給大家看看七場八是哪一匹 七場八當然就是蔡若翰的速遞騎兵 這隻馬初出立即贏五個馬位 贏的馬是大眾開心 嘩剛剛才贏完大眾開心 竟然立即輸五個馬位給他 相當困難以初出馬來說 時間亦驚人 見莫尼拉按住都贏 就算他有傷患影響 雖然紀錄沒有 不過停操了當然是有些原因 見到這些馬 今次抽了一檔 打個八折都夠贏 勝出加十四分很少 不能連接 應該沒甚麼對手 另外可能直場精彩減了榜 可以賣起來 九場四號勝得威風 又是三班贏完還在三班 加多九磅 一二四磅都是中磅 上次看來吃酒三疊 今次十當 再酒三疊又如何 A欄根本影響小 賣到他新的可能有三六九這幾匹 我可以想一下 連贏或二重彩可能都適合大家 大家可以拿著阿塞這對馬步九場四 可以看看 究竟有甚麼頭柱可以想想 或者過關都可以 不要嫌熱 亦都不會因為他熱飛了 因為高指數 通常真是大機會 而如果你看到指數低又熱滿 明天都小心一點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晚點還有這個街日飛錢財經 明天有我LIVE做直播 和大家大首星跌加我的賽馬分析 一起和大家見面 希望幫大家贏多些 千萬不要錯過 今次多謝收看 勁飛一輪 晚點再見 拜拜 贏多些來做善事